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一凌晨,英超上演墨西塞德郡的打比大戰 由利物浦主場迎戰愛華頓 上半場雖然利物浦取得大部分空球率 但始終無法打破軍局 直至下半場,利物浦憑著安祖羅北辰和奧力基兩個頭錘 結果以2比0擊敗愛華頓 21分鐘,利物浦文尼在禁區外一個施射,僅僅高出 2分鐘後,利物浦差點輸一個12碼 愛華頓的安東尼哥頓 在利物浦禁區疑似被基達踢跌 不過球證沒有問題,比賽繼續 33分鐘,愛華頓的李察列神拿到球後送到前面 接應的杜哥尼半單刀起腳緊緊射斜 之後上半場結束,雙方互無記錄更衣室 下半場55分鐘,愛華頓的哥頓左路有機會 射過來遠處可惜又是緊緊射斜 62分鐘,利物浦終於找到缺口 沙拿和奧力基在右路組配合後斬去遠處 被安祖羅北辰頂入,利物浦領先1比0 76分鐘,利物浦的奧力基在禁區頂 疑似被愛華頓的米高堅尼推跌 但球證也沒有表示 佔至85分鐘,利物浦的軒達神在右路斬入禁區 在遠處接應的迪亞斯來一個倒掛 球不是吃得好應,但彈地後被門前奧力基頂入 利物浦領先到2比0 結果全場比賽結束 利物浦主場以2比0戰勝埃華頓 全取3分的利物浦繼續以1分落後榜首萬成 在兩隊都有5場賽事的情況下 看來兩隊都會有一番龍爭虎鬥 我是阿斌,多謝收聽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